企业经营贷不是银行按揭 可以分三十年还 大多数是一到三年先吸后本 五年十年的比较稀缺 无抵押的基本要求每年还本 还完之后 银行看你产值越做越小 他也害怕 就抽你贷 不再继续借款给你了 原先你正常经营 有一千万贷款 现在你减产降本了 银行只给你四百万额度 六百万被突然抽走 很难受的 减产前务必要和银行沟通好 让他了解你的真实情况 逐步降低额度 而不是一下子直接抽贷 同时也找好备用资金 在紧张时候能撑得上 如果更狠一点 提通跑路 下周回国行不行呢 看你的资产残值 个人破产确实可以赖掉一部分债务 润到外面 等到下周回国 企业经营贷不是银行按揭 可以分三十年还 大多数是一到三年先吸后本 五年十年的比较稀缺 无抵押的基本要求每年还本 还完之后 银行看你产值越做越小 他也害怕 就抽你贷 不再继续借款给你了 原先你正常经营 有一千万贷款 现在你减产降本了 银行只给你四百万额度 六百万被突然抽走 很难受的 减产前务必要和银行沟通好 让他了解你的真实情况 逐步降低额度 而不是一下子直接抽贷 同时也找好备用资金 在紧张时候能撑得上 如果更狠一点 提通跑路 下周回国行不行呢 看你的资产残值 个人破产确实可以赖掉一部分债务 润到外面 等到下周回国 但是我们主动计划破产倒闭 是因为资产依然是净值 我们是为了保全净资产 而不是为了圈一把钱就死 有产业的人会更加遵纪守法 不听话的成本太高了 一个人的财富不光是货币 产业还有当地的关系网 树在阳光下制繁叶茂 这些是可迁移的 树在泥土底下的部分 依然根系发达 盘根错节 一旦挪窝 主根伤筋动骨 其他根系就全断了 阿里总部如果离开杭州 没有了浙江这么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过江龙战斗力是要打三折的 如果提同跑路下周回国 那就基本意味着 自己斩断几十年积累的 盘根错节的各类关系 有出路的人 没必要自我阉割 5.员工遣散 员工的遣散反而不是大问题 天赋灵权 没有人会养你一辈子 按照要求做好N加1赔偿就行 但是这也是一笔负担 于是就有了一些灰操作 但是这种事情 不能在公共平台讲 临时工的遣散不是麻烦事 制造工厂的员工有一个特点 就是学历低 流动性大 这就意味着 他们对社保没有太多要求 谁知道我下个月 还在不在这里上班 过完年拿到年终奖 我就换一家公司打工 这个月发到我手头上的工资多一些 才是硬道理 很多工人主动提不要社保 只要到手工资多一些 企业也想帮员工提高收入 现在花两份钱 只有一半能到员工自己手里 但是没办法 不交社保是违法的 我不能在公共平台讲违规操作的事 生产工厂的主力是寄建工 我们厂寄建工工资 做得好一个月有16k 但是如果工厂订单不饱和 寄建工吃不到足够的工作量 工资是会断崖式跌落的 吃过武松的女人 是不会愿意嫁给武大郎的 拿过16k月薪的工人 如果公司不行了 是会跳槽去找下家的 公司是股东和员工合伙赚钱的地方 不是用来讲感情的地方 你公司给不了我足够的订单 还指望我为你守寡吗 员工会自己离职找出路的 我爸的工厂是1994年创立的 比我稍老 将近30年的风风雨雨 当初意气风发一同起家的年轻人 现在也已经垂垂老矣 这些在公司待了大半辈子的老人 基本也都到了退休年纪 再把他们踢走也不尽人情 继续让他们挂靠在公司底下 每个月交着基础的社保 每年可能会多花个几十万 不过这笔支出 基本会在五年内清完结束 有钱人比穷人更重感情 穷人可能会为百来万反目成仇 富人是愿意花这百来万 换一个对青春的美好回忆 换一个晚年心安的 六 企业残职 虽然这家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但是它的寿命还没有结束 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还不能注销掉 老人的社保还需要继续挂靠公司 土地 房产的证书 还挂在公司名下 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诸如车辆 库存 社保等等 也还挂在公司名下 这次清点完毕后 公司剩余资产的大头 是一些工业用地和其上的厂房 土地是百业之母 有了土地干什么都方便 市场认可度很高 厂房流通率低 但是租金回报比住宅高 年租金可到10% 很多工厂主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 也不被允许自建 改建自家厂房 就也喜欢购置破产企业的厂房 我家工厂在这栋一个偏僻的 小县城下面的偏僻小镇下面的 偏僻乡村 这里的工业土地价格 近年大概在150万每亩 厂房价格基本是全国统一的建安成本 2000元每平米 也是因为管制 当地开放出售的土地不多 由供需关系确定 我们当地的厂房租金 大约在16元每平米每月左右 工厂破产倒闭后 厂房腾出来 每年每栋可以带来A7收入 不是说低端工业就没有未来 有移动的租户 据传去年做空气炸锅 挣了2000万 做到极致 每一行都能出状元 只是 君子不利 威强之下 年轻人可以搏命 我上有老 下想有小 套险就好 土地和房产 以后怎么处理 目前还没有确定 毕竟我爸的根据地 在偏僻县城的 偏僻小镇的偏僻乡村 小镇户籍人口 只有6万人 加上外来人口 也才刚刚过10万 年产值 只有80亿 以前还有年轻人 现在连外来人口中 都少有年轻人了 这种地方的土地 还有没有未来 其实我是没有信心的 现在是没有更好的选择 等以后有机会 可能会换筹吧 土地出让税率很高 土增税可达60% 买一块地 一半多是税 卖一块地 到手连一半都不懂 在土地交易市操中 一般选择把土地 放公司下面 直接交易股权 买卖公司 但是经常有一个麻烦 就是公司的资债太拨杂了 公司里面既有零散资产 又有贷款和外债 我只是想买对方一块土地 结果还得吃尽他的 这些繁杂事 牵扯出一堆麻烦来 土地一整块 还不好分割开来买 去年我们村有一家工厂 亏损严重 老板被逼急了 不得不甩卖了一栋楼 但是 他的园区 是在一张正上的 不好分割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 购路方占了卖方公司 一定比例的股份 然后另签协议 说明情况 只占这栋厂房 这家公司是还在持续经营的 万一爆发挣大钱了 万一亏损赔光尽职了 日后都是一件麻烦事 产权不清爽 扯批很麻烦的 我爸的土地 是90年代和00年代 分批次购入的 当时直接就放在 几家不同矩阵公司 现在产权就还算清爽 以后如果我在开办公司 我会把土地房产之类的 硬通货 全部放在一家公司里 实际经营再成立一家公司 装一道简易防火墙 但是企业刚办的时候 都是雄心万丈 谁会考虑公司倒闭的事情 谁会想着 把公司资产清理干净 防止以后倒闭破产了 账目不清爽 不会有这么多想法的 只会考虑当下方便 就好像我现在微信被封号了 但是最初的时候 我不会觉得 有必要注册一个小号 以防失联 注册小号看不到收益 但是麻烦很多 我的表情包都在大号里 想在群里调侃局司 都没有骚件的表情包 可以用了 相当麻烦 公司分隔开 不同的账户互相倒转 终归是个麻烦事 放资产的公司 把厂房租借给自己 还得缴纳12%的租金税 平白浪费 能够老早知道这些 开了天眼 地图全开 会安全很多 工厂关停后 还有很多残值 比如车辆 库存 设备等等 车辆是通用品 很好处理的 二手车按照前两年 折旧15分之五 再两年折旧4月15日 再两年折旧3月15日 再两年折旧15分之二的 行规速算 哪怕百万豪车 十年后也基本不值钱了 库存的事之前就提了 主动破产之前 应该早点把库存的事安排好 设备基本是没有价值的 50万买的设备 5万都卖不出去 通用件 大家都需要 容易有一个公允价格 专用件 小众市场商品 就卖不起价格 市交 刚需 刺新 大家都认可 价格有深度 KC一副地 鬼牌 流动性又差 又卖不起价格 除非刚好遇到需要的 不然很难出手 老板就是专用件 他的资源 场地 人脉只能用来干这一件事 很受局限 所以价格没有深度 波动很大 挣钱能挣大钱 亏钱也能亏大钱 打工人就是通用件 到哪里都能活 也就注定了平庸平穷 土地是百业之母 是通用件 价格有深度 注定了没有暴击 科技 创业 创新 是专用件 价格没有深度 也就容易出暴击 但也容易暴毙 再扯回来 设备基本卖不出价格 500万买的设备 50万就要甩卖掉 终归不甘心 不过早些年 就已经计划破产倒闭了 这五年也没进太多设备 损失可以接受 现在我爸自己 还留了一幢楼 上面用了两层 专门放设备 给自己留一点念想 六 未来 大多数人破产倒闭后 都着急想办法 或是打工还债 或是直播还债 或是跑路下周回国 但既然是主动选择破产 首先要处理好债务问题 和现金流问题 才有底气破产 现在家里主要的问题 是给我擦干净屁股 屡凭重庆战役的现金流 然后等营商环境好些 日月优而复明 君子藏气余身 势机而动 我爸才五十出头 精力还很旺盛 还可以奋斗十年 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 也多次尝试转型 但是效果一般 靠工业始终没有突破已久的大门 这几年他放弃挣扎 选择躺平 决定安心当一个育工 反而有了些起色 官厅企业 会有遗憾吗 我想 还是会有的吧 毕竟是自己 付出了三十年青春的地方 就像是自己的 另一个儿子一样了 破产倒闭了 终归会有些萧瑟 但是归根结底 企业是为人服务的 企业能够让人生活得更好 那就继续开展 企业如果成为了拖累 那还不如早死早解脱 情绪是一种高级思维 除了人和一些动物之外 其他事物并没有那么多情绪 建造大楼的时候 放莫扎特的音乐 并不会让大楼更加牢固 酒寨沟被镇成一片废墟 酒寨沟不会哭泣 只有人会哭泣 环境恶化 地球不会哭泣 只有人会哭泣 有素食主义者说 不要吃小龙虾 因为小龙虾会痛苦 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小龙虾有痛觉 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 一切对他人的感同身受 都只是你自己的幻想与意淫 为了让牛减少三成痛苦 我的牛排指点七成熟 我更认可道教徒 天行有常 不畏摇存 不畏结枉 企业倒了 那就倒了吧 只要人能生活得更好 就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